我們這個ZERO NEWS呢 就是今天很多人參與討論 斷斷續續 然後最後呢 我們這個就是有個很大的白板 大家最後要離開之前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一下 寫在白板上面的這個 上面這一塊呢 用白板筆寫的這一條 Pi-Line呢 其實基本上是一般媒體 就是在從一開始 想要寫什麼題目到最後 產出這個文章 跟後續的一些工作 那現在在上面貼的這些 就是便利貼呢 其實就是大家在想說 如果今天是在GTV裡面 弄一個就是新聞平台 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平台 就是更開放可以做的事情 在哪些點我們可以做 什麼樣的機制 讓更多人參與進來 好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在這裡 然後像是什麼呢 像是 比方說我們這裡有一些討論 那簡單說就稍微講一下 我們可能還沒有完成的討論 比方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想說 在這個編輯寫完了以後 這個記者寫完了以後 這個文章的時候 他要產出之前 他要跟編輯做一個確認嘛 那要確認什麼呢 比方說有沒有錯字啊 要怎麼下標啦 或者是他裡面 針對的一些事實 是不是能夠做一些fact check 就是再 double check那些事實的部分 然後要找圖啊 要排版等等 各式各樣這樣子 那這個工作呢 或者是這個過程 那在一般呢 傳統媒體的新聞產出的過程 都是封閉的嘛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一個開放舉方 或是在Google Docs上面 讓大家來review 然後大家可以comment 然後可能只有特定的協收 或是編輯可以去決定 要不要這個 下進來這樣 但是呢 又有人就是 我們那個 好 我們記者 又有人覺得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被採訪的人 如果他也來看的話 是不是會產生一些問題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留到了這個 配上面的討論 那這個HAPP上呢 這個 字號呢 也幫我們把這個 所有的照片都寫上去了 就排版的照片 還有放大版的 所以就是 請大家就是可以到這個 HAPP上面 就是繼續參加討論 然後有一些比較確定的就是 比方說我們的授權機制 就是今天討論說 就是可能是有一個提案 是在發佈48小時內 它是CC BY ND SAA ND49個小時以後 它就會變改回 就是CC BY 就以免就是 其他的新聞 就是有人要搶快 轉貼的時候 它就是亂改標之類 好 然後或者是 可以寫一個 這個BOT 然後如果它直接搜尋 這個不當轉賽 然後通報當地警察局的API 就可以直接提到 好 然後 好 然後免討論的搞廢的機制等等 這樣子 那最後下面有一些就是 待解決的 這個我還沒寫完 好 不過就是我會把今天 討論的一些 還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 寫在這上面 跟已經討論的好處跟壞處 不完 那請大家就是 就是這個 非同步 參與 大家繼續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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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